大家好,我是猫叔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朝上牛肉火锅的做法 现在跟大家分享 选牛肉的小知识 这个是前腿的腱子肉 它叫做山花籽 这个是 眉头 眉头心 这个一片一片,他们叫做手绑肉 钓龙,这个是钓龙边 钓龙边有肥牛 它有很香的牛肉味 这个是大骨肥牛 也是骨头旁边的一块薄肉 这个吃起来 炒起来都是比较的嫩 这个是腿部的三角肉 肥牛,这个炒起来的 就比较的硬 这个是 雪花肥牛,也是背上的那口肉 这个一头牛 它就是有一到两块 它是像骆驼驼风 背后的那块肉 这个炒起来是有很香的牛肉味 接下来切一个牛肉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前腿切出来的小剑子鲜肉 通常也称之为山花子 一条腿大约有两根左右 这个是腿部的大剑子鲜肉 它的外观有点像芭蕉 通常也称之为芭蕉剑 这个是雪花牛肉 也是牛背凸起的一块驼蜂肉 这个一百头牛 大约只有一头牛有这样的肉 现在切这个是三角肥牛 一般腿部的肉 一般腿部的肉都会比较的韧 现在切这个是吊龙边 牛背上的一块里脊肉 这样的里脊肉 一头牛有不到一斤 这个是腰眉 靠近腰腹的里脊肉 腰眉拿来炒还可以 用一烫火锅就比较柴 这一块是牛前胸 靠近内排的一块肥牛 它的肉质是非常的松软 这一块是手板肉 它的位置是牛的格勒底 下面的一块肉 准备个空锅放入清水 把牛骨入锅 放入两片姜 焯水 把牛骨焯透捞出 用清水洗净 准备烫锅 倒入开水 再把洗净的牛骨放回锅里 开小火 包它三个钟 时间到后 把牛骨捞出 放入事先切好的萝卜 这就是牛肉火锅锅底 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 摆好台 就开始烫火锅 先试一下这个大腱子肉 芭蕉腱 牛肉入锅 七上八下就可以了 大腱子肉的口感是比较的爽脆 但是会稍稍的有一点柴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前腿的小腱子肉 三花籽 烫好后 沾上一点沙茶酱 小腱子肉口感爽脆 而且不柴 现在试一下这个雪花肉 雪花肉的牛味非常的浓 但是它的肉质吃起来 还是有一点点的韧 这个腰眉色泽比较深 口感也比较柴 我就不尝试了 这个已经介绍过了 是排骨上边的一块肥牛 这个部位有一点点的雪花状 这个位置的牛肉比较的嫩 它的牛肉味也很香浓 接下来试一下这个腿部的三角肥牛 它有一片很厚的牛油 它的牛肉味也是很浓 但是肉质的口感就比较的粗糙 试一下这个牛的夜窝肉 也叫手板肉 这个部位的牛肉也是非常的嫩 还有一点点的牛香味 吃完牛肉火锅 来一碗正宗的牛肉汤 放上一点土芹碎和炸蒜蓉 再来上几勺牛肉火锅的汤 这个牛肉火锅汤 烫了5-6斤的牛肉 牛肉味也是非常的浓郁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作品 请帮忙收藏评论转发 感谢支持